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新美嘉賓仍然是Jason Jason你好 看看市況 恆指現在跌是73點,23940點 國企指數升4點,13486點 成交有458億 期指跌90點,23923點 低碎14點,成交有65000多張 下午回來還未醒來 好像悶悶的 不過也想和Jason看看另一個板塊 就是內地的百貨股 五一黃金周就快來了 今天一些本地的銷售股 無論是化妝品、服裝、珠寶、中標 都有一個炒作 內地方面 我想不是所有內地的遊客都會來香港 可能有些選擇在內地留在那裏消費 絕對有 其實內地的百貨股 會否都可以應聲有一番炒作呢 是的,近期都在炒作 你看到很多的百貨股 在之前的幾天來講 市都比較悶 或者比較膠著一點的時候 其實這些百貨股 都是自己無端端抽上來的 說的是一些比較高檔一些 包括可能是銀貸、金鷹 又或者可能是比較大眾化一點點的 包括是百姓這些 其實近期的股價走勢方面都做得不錯 我自己覺得 這些內地的百貨股 一來就是受惠一個短期黃金周的效應 或者銅店銷售方面 預期在接下來的這兩個月方面都會做得不錯 第二方面 始終現在國內方面的通脹都比較嚴重 作為百貨股的話 其實抗通脹的能力都算是挺高的 特別是針對一些本身百貨公司 如果旗下的物業是屬於自己的 一來就不需要受到所謂的加租影響 二來也都可以把這個通脹的概念 不斷將成本轉嫁給一些旗下的客戶 很簡單 假設你營運一間百貨公司 如果百貨公司的地皮 或者那棟物業是屬於自己本身的時候 你不需要交租之餘 亦都可以問一些其他品牌的店鋪 去收一個較高的租金 近期來說 很多比較高檔的品牌 都已經進駐到國內的百貨公司 當然高檔品牌進駐到百貨公司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會選一些第一層 或者第二層 就是較低層的地點在那裡開店 自然對於商場、百貨公司來說 都可以收取一個較高的佣金 所以我會覺得這些百貨股 短期來說的確有一個衝勁在那裡 你看得到這麼多個股票 我仍然都是看好利福 一二一二 你見到這隻股份 其實在近期都升了不少 之前也有十七個多這些位置 升到上是二一元 現在比較大的阻力 都可能看回二二個二這些位置 好 順便看看整個版塊 今天的股價表現是怎樣的 華潤創業升接近1% 32.75元 升了三毫子 百姓升1% 11.92元 貿易國際跌1.3% 3.79元 而銀貸百貨升1.14% 12.42元 升幅一樣的就是 金鷹牙做22.15元 升兩毫半 除了利福之外 譬如大型一點的華創 其實你又怎樣看呢 華創方面 其實你見到近期的酒席都是不錯的 但坦白說 如果真的要我選一隻的話 我真的未必會選華創 因為華創本身做的百貨公司 都不是以一個很高檔為主 反而是做超市為主 超級市場 你說會不會受到一個所謂 國內居民收入的增長 有一個很大的受惠 有就有的 但我會覺得受惠的程度 應該未必能及得上一些高檔的百貨股 或者高檔的零售股 始終就是當一個家庭 可能那個月入 提高了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當你多了錢的時候 可能你買必須品的數目 不會說特別多 即可能你去超級市場 你都可能一個禮拜去一次 買一些日常用品 柴米油鹽這些 你不會因為你自己多了錢 會特別買多幾勁鹽 除了你說之前抗輻射那段的時期 一般情況下不會搶這些必需品 反而你說居民收入提高了的時候 他們就傾向買多一些高檔的消費品 包括珠寶、中標、化妝品、電子產品 又或者時裝等等這些產品 相對來說那個需求 就會增加得快過一些必需品 所以如果你說以中長線來看的話 我都真的寧願買一些 以高檔銷售為主的概念股 包括高檔百貨股 又或者一些高檔的零售股 或者服裝股 我都相對來說是看好一些的 其實之前內地就有些聲明 就說要一些企業不抬價 沒錯 不准加價 其實對內地的百貨股來說 會不會有些什麼影響 還是像你說高檔次的那些 反而影響會少一些 絕對是 基本上如果一些人針對民生的通脹 基本上是賣牛奶 又或者賣肉類 又或者賣啤酒 食品油這些 大家每天都要用到這些日常用品 自不然不可以給你加價太多 因為要體諒民情 當然大家買這些日常用品 每個價格都要買到非常貴的時候 自不然會引起一個所謂動蕩 或者是一些民憤的風險 所以中一政府就避免出現這些動蕩的時候 都一定要限制某些必需品 或者某些糧食價格 一定是一個平穩的水平 相反如果針對一些有錢人來說 既然他們本身的錢都比較多 消費能力比較強的時候 又何妨需要中央用一些行政干預 一些比較高檔的消費品去限價 因為基本上本身有錢的人 根本就不需要你會通脹 就算通脹現在百分之五也好 百分之七也好 基本上他們的人工 又或者他們本身現有的資產 其實那個消費能力都是非常之強 所以我會覺得 對於一些高檔的百貨股 或者高檔零售股來說 限價令對他們不但沒有影響 反而還是可能保障到他們的消費 因為基本上當你的居民 買一些日常用品的時候 是買得便宜了 他們自然可以存到多些錢 就去買一些比較高檔的用品 所以我會覺得 就算通脹真的持續是高期 又或者繼續有限價令也好 對於一些高端的消費股來說 未必會有影響 沒錯 高端的消費 相信也要看一些珠寶中標股 看看今天下午回來的表現是怎樣 這個情況 六福便升3.3% 28.15 周新生升1.85% 19.86 謝歲倫升2.67% 7.31 景福便升1.8% 2.29 另外幾隻 東方標行便升0.23% 4.41 升1 英王中標升2.7% 1.14 迪生創建跌接近1% CNC标刊是1.68元 五一黄金周一来 总之长假期 珠宝中标股就会升 你猜这一轮会升多久呢? 我估计仍有一两个星期可以升 始终现在是4月中 五一黄金周仍有半个月的日子 我相信这段期间 这类本地零售股 特别以高档为主的珠宝售息股 都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憧憬 去年的经验来说 在圣诞之前是炒了一阵 在农历年之前也曾经炒了一阵 我相信这次都应该不会例外 五一黄金周即将到来的时候 相信对于这些本地零售股 都仍可以看高一点 看回DBS维高达 今天发表了报告 指5906幅 就是内地和本港的主要零售的珠宝商 受惠于区内的富裕人口上升 和对奢侈品的需求增长 他们在内地业务的 扩展模式和严格的成本策略 都是理好在六福的业务发展和盈利前景 报告指 中国的强大的消费平台 对品牌意识的加强和稳定财务 都赋予六福足够的空间 发展他们在内地的业务 第一次被六福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是33.8 不如问一下Jason你的意见 其实看回52周的高位 之前都是升过去29.05元 现在28.2 今天都升3.4% 目标价33.8 会不会很进取呢? 我觉得就不算特别进取 因为这么多间的 珠宝首饰股来说 我自己本人都是最体好这只5906福的 我也同意那份大行报告里面所说的一些论点 基本上就说他在国内方面的占有率越来越大 还有说他成本控制方面 都是教其他同业来说是好的时候 都会是继续有利提升他的无利率的水平 再加上就见到近期来说的升势 都算是配合到成交 只要你说他未来的股价一旦是突破了之前的高位29.05元的时候 你或者要再冲上去32元左右的价位 应该都没什么难度 我认为买了一个朋友 我都要问一下Jason 刚刚说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是没有持有的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你又板块直击的环节 再和大家看看个别股份的表现 休息一会 稍后再谈